在初始化设置好直流电机的六个控制端为输出端和液晶屏显示之后, 程序进入loop中反复执行PWM Speed这个函数。 该函数是一个负循环结构,循环变量i从60增大至255,间隔为10,正是变量i的变大。 通过AnalogWrite向两个电机的使能控制端输出后,形成了平均电压逐渐增大的PWM信号。 于是,两个直流电机的转速变得越来越快。 在每一个转速阶段中,调用Showspeed函数,把变量i再传递到Showspeed函数中,成为参数r。 参数啊,通过重新映射后,将生成两个新的相关变量F和D。 变量F用来给发光二极管输出一个PWM信号, 于是发光二极管的亮度与电机的转速有关。 转速越高,Clybo C6嘴上的发光二极管越亮。 变量D则用来控制液晶屏上飞轮的转速。 电机的转速越高,变量D越小,飞轮每一秒转过的角度越大。 最终,在液晶屏上看到飞轮的转速,随着直流电机的速度变大。 当达到最大直后程序循环,电机又在由慢到快转动。 电机的转速越高,变量D. 电机的转速越高,变量D.